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 下一首白棋可以说是入选了2016年的这个年度的最佳妙手之一 这盘棋是柯杰和陈耀叶在百灵杯决赛当中第三局的一盘对局 此时轮到白棋下我们来环顾一下整个局面 现在白棋这块棋还是不活的 那白棋要做的事情是既要吃掉黑棋上边 同时呢又要把这块棋做活 可谓是一箭双雕 那现在给白棋出的难题是如果说你要把上面这块棋做活 比方说你从这边补一个 那在这一带呢黑棋它就可以从这儿冲出来 白棋挡不住 如果你挡的话 黑棋这儿还可以冲断 这样一端 先手 白棋已经动弹不得了 如果你退的话 我再从这儿端出来 你把这边补好了 我这个打吃了 一打 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是绝对不可能再想去吃黑棋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了 如果说你拐一个白棋 然后黑棋直接就这样冲出来 依然是白棋这个防线就会被黑棋给突破 那如果白棋要补 补这个问题 如果你拐到这儿 黑棋呢它很厉害 它可以直接从这儿冲过来 有了这个子的话 现在白棋在这边 你无论走什么都做不出来两个眼 比方说 飞 这样黑棋可以冲完了一尖 只能做出一个眼 那第二个眼 摆不出来 最重要的是黑棋冲到这儿的话 你白棋这边连不上 如果说你冲这个 如果说白棋冲 黑棋一拐 白棋走出来 黑棋就从这边飞锋住 把你断开 这边做不出眼 依然是被黑棋吃掉了 如果这块鞋被吃掉 白棋仅仅是吃掉上边的话 这么一个转换 这不是白棋最初的这个初衷 如果下声转换 木树白棋也并不占优 那怎么办呢 既能够把这边顾好 同时还要防止黑棋从这儿冲出来 白棋下一手棋 非常的精彩 靠家一手 此手一出 有很多的这个高手 为这个白棋可以说是喝彩 确实看到这样的棋下出来的话 是非常体现这个高手 可以说是体现科捷的这个水准 这手棋什么意思 首先 如果黑棋冲 它就可以挡住 跟刚才不一样 这多了一个字 你冲的话我就顶住 走我就在这边补 那刚才说的黑棋即使先手冲断 对这块棋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首先这手棋防止了黑棋从这儿走 那如果黑棋从这个方向冲呢 它就接住 刚才我们说 白棋如果补这边的话 它可以从这儿冲断 冲吃 但是有了这两手将换 现在白棋一沾 黑棋这边要想断掉白棋 已经不是这么简单了 比方说冲一个 我就挡住 端上来 刚才之所以黑棋冲可以吃掉白棋 是因为白棋在这边是后手 它在这儿做不出两个眼 但是现在 这个白棋粘是先手了 等于你下一步棋 如果不走 这打了直接从这儿冲死你 有了这个棋 白棋在这边 它就可以做出这个两个眼 比方说走在这儿 因为这个打吃它可以看作是先手 但是白棋它可以先不走 看看你黑棋怎么下 如果说 走这个 点进来 顶的话 它再打吃 虽然有点损 但是比起能够吃掉这块锡油做活 白棋这一点 已经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了 这样可以做出两个眼 如果黑棋要面眼的话 白棋在这里顶 所以这里有一个子 是起到能否把这个局部做活的一个关键 假设黑棋不从这儿冲 它改到这儿跨一个 也是一样的 白棋就冲过来 你走的话我就接住了 所以这手棋非常的妙 我们摆了这些变化图以后 就能够体会到白棋的这个用意 它能够很好的兼顾到两边 那实际上呢 黑棋这个斑也是最顽强的抵抗 看一下有没有使得白棋这个下法 这个计划落空呢 断上来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 先把你这个冲段补上 接着呢 黑棋小尖 尖这个跟冲是大同小异 面眼 然后白棋粘住 关键就是看黑棋把这个字跑出来的 这个结果会是如何 其实看了前两期节目的这个 棋友们会看到 这个这盘棋下的是一波三折 但是可以说非常的精彩 白棋从右下角的这个袜开始 再到后来我们说的 从中间跳 然后进行了一个十分宏伟的构思 射了一个圈套 让你黑棋把我跨断 但是我为的就是 将自己的这个子作为弃子 作为有 可以为真利用的棋 然后 最后在这个 使出杀手锏 亮出自己真正的这个想法 要痛杀黑棋 左上边这块棋 再到这边如何具体的实施 包括这不靠一个一时双雕的这样的好棋 可以说这盘棋是充分体现了柯杰这个棋材的一面 但是很多时候现实也是非常残酷的 这盘棋虽然是最终柯杰获胜 但是在这个百灵杯决赛的这五番棋当中 最后还是 陈耀夜是三米一拿下了冠军头衔 面对于这么强大的柯杰 这样天才型的棋手 陈耀夜他当然也是一位具有 相当才能的一位棋手 而且据说 他是在这个整个国家队里面是非常用功的 在可能在大家都已经这个训练结束了 但是每天据说他是最早到训练室 但是最晚离开的那个人 现在据说 还有一位棋手也是非常用功 是我们贵州籍的唐伟星九段 就说这两位棋手都是在棋上啊 下了苦功夫 也是我们说天道酬勤吧 能够让这两位有这么好的这个成绩 也是在另一方面 你可以告诉我们在棋上呢 你当然需要一个个人的才华 但是呢同时呢也是让你孜孜不倦的 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黑棋冲完了以后 现在他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顺道冲过来 这样如果说你刮一个 白棋再贴一个先手 再从这儿吃过来 白棋好像可以 对他可以吃在这儿 这样呢就是白棋三眼两坐 如果你肩我走住 如果你走这儿我这挤一个 摆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跑的话 白棋就团了一团 如果你走这个我就可以做两个眼 当然白棋好像还可以 从这儿接一个 这样似乎看起来 更加的这个选择更多 或者团一个 好像现在如果说出一道题目的话 似乎白棋可以有这个多解的做活方式 团在这儿也看得很清楚 你挤的话我就走这个 我就吃过来 或者搬一个 都可以 实际上黑棋往里面走 白棋当然是要把这个尝过来 黑棋也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其实我想在这个时候 双方对于这个局部的死活问题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白棋当然是是一个很欢喜的结局 作为黑棋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很复杂 陈妖艳万万没有想到对方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宏伟的构思 最后会把自己这块棋真的以这种非常直见的方式给吃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站在棋本身内容来看 我相信陈妖艳也会为白棋的这个精彩的下法而鼓掌 就是站在另外的一个高度来看棋 跳出胜负本身 就论棋的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白棋确确实实这盘棋是赢的名副棋士 然后白棋一贴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在这下的棋 其实是在做一个心理的调整 有些时候我们看高手下棋 一方面他不认输 是因为这个棋可能确实是 还有机会可以再去顽强一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已经看清了这个棋确实无力回天 但是呢 我如果说马上头子任父 心情上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他会多下几手 用于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胜负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 黑棋你看这个招招 其实都是在给白棋射陷阱 如果这个时候白棋吃在这的话 黑棋这一般就要出事了 吼住 不给黑棋丝毫的这个念想 再一尝 这三个子现在是连不回去 因为关系到白棋这块棋的死活问题 再一粘 如果你粘的话就断上去 这里面是不存在杀气的问题的 所以实战呢 黑棋搬了一下 跟白棋粘浆换之后 黑棋心情上已经是 可能也调整的差不多了 能够接受这个现实了 虽然现实很残酷 但是必须要去接受 下到这儿黑棋也没有再可以去 去折腾的地方了 这盘棋我想即使陈耀叶输了 也是输的心服口服 也正是有这样的一种 非常超然的心态吧 所以才能够让他在后面的这个一局当中 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赢了科捷 然后拿下了这个百灵杯的头衔 但是这盘棋毫无疑问 白棋带给我们的精彩 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 围棋这其中的奥祖 他的乐趣所在吧 好 那也再一次感谢这两位棋手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棋聚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盘 比较特别的对局 这盘棋呢是由我们黑棋 人类的日本顶尖的高手赵志勋九段 白棋呢是由日本研发出来的人工智能 还英文名叫Devson Go 在中文名字叫做天顶 相对于阿发购来说的话 日本的这一款天顶围棋 其实更加的被我们所熟悉 因为它一直都有这个单机板 在与我们在这个线上 可以进行对异的这个交流 但是从阿发购之后 这个掀起的人工热潮 然后到去年 也就是2016年的11月份 那日本呢 他宣布在2017年将会推出 将自己的这个天顶围棋 与中日韩的三国顶尖高手 也就是各派一位来进行对抗 那在此之前呢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天顶围棋 请出了当时的日本的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斗魂级的 大师级的人物赵志勋九段 作为一个他的这个工厕的对象 与他进行了三番棋的这样一个对异 那这一盘棋呢 就是与赵志勋老师在三番棋当中的第一局 也是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机板的人工智能 他的这个水平在怎么样的一个高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呢 轮到白棋下 白棋是天顶围棋 其实在此之前 大概就是在16年的9月份左右 嗯 我在知道这个天顶围棋 有推出这个更高级的版本之后 我也在网上试着跟他下过两盘棋 当时的他的水平已经是很不错了 我下了两盘 分别是这个绕了两子 就是我让天顶围棋两个子 然后我们下成了1比1 这个忽悠胜负 当然实现的话是在这个20秒左右 在能够作为这个单机板 比起之前他的版本来说 可以算是更加的升级 但是跟赵志勋老师下的这个 这个版本应该是目前天顶围棋的这个最高版本 比我当时下的时候肯定要高很多 所以能够分先来挑战 这个赵志勋老师 虽然可能会有企业有问 他阿发购挑战李世时 李世时作为这个世界级的这个顶尖高手 赵志勋老师虽然他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呢 他并不是说能够代表着日本最高水平的这个棋手 但是我想也不能完全的去这么看问题 毕竟呢 赵志勋老师他也目前还是活跃在日本棋谈的这个一线上 他还跟这个年轻的棋手 争夺大赛的这个挑战权 而且他也是可以算作是 在日本获得过冠军投赏前最多的一位人物 所以请这样一位重量级权威级的人物来进行公测呢 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此时的局面黑棋在这儿有一个挂角 同时上边的这一块棋 在局部没做活 它是外面呢还是出头比较畅的 面对这个情况 如果白棋简单的 比方说在这边跟着手的脚 那这个子可能就会陷入到黑棋 这个进攻的范围当中 我想下一手棋 黑棋非常想下在尖冲的位置 如此的话 白棋这个子 假设你要这样跳 它可以压过来 或者黑棋下的柔和一点 也可以 把你封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 加击的话呢 黑棋它还可以再跳过来 下一步棋飞跟封锁白棋 依然是黑棋两者必得起一 那这个时候白棋怎么办 也算是给这个人工智能出了一道题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呢 白棋是怎么下的呢 它从这个 黑棋挂脚的位置 肩冲 当然这个下法 其实也是 可以算作是古以有之 我们在 中国的古谱当中 其实就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下法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白棋这么下 也可以算作是 它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有自己的一个 嗯 意图吧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就是如果你白棋在这边走 下一步棋就会被黑棋给封住 那你如果直接单纯的往这边跑 或者无论飞还是跳 黑棋的这个 下一手棋 依然是可以对你 这块棋进行 这个继续的追击 比如说你飞在这的话 它可以再拐一个 这个让白棋在形状上 依然是很难受 所以实战呢 白棋 尖冲 当然这个棋也是要做一定的取舍 且不论这个实战后来 究竟白棋是否就因此而占到便宜 但是至少呢 我们从这一步棋 或者说从后面这个白棋接连的下法 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 他们其实在这种局面下的这种判断 也算是有自己的这样一套运算的思维和模式 虽然在此后啊 2016年的年底 我们都知道 阿发购 可以说是披着阿发购的这个名字 上线在网上 斩获了中日韩的60位高手的这一位人工智能 他的这个棋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震撼 但是在此这个历史往前推 当时天顶围棋跟赵志勋老师下的这个三番棋也是备受我们棋界的关注的 因此当时我们也想看一下 毕竟这个单机版的围棋跟这个同时运用多款这个CPU在运作 然后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其实是有非常的大的区别的如果你在单机版上能够实现非常高的这个水平的话那这个人工智能可以说在围棋的这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突破了 因此呢可以说这盘棋作为三番棋的首局也是备受关注 当我们看到白棋这样的下法的时候 不论结果至少会觉得白棋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新的思路吧 当然黑棋要搬 在古谱当中呢这个下法叫做倒锤帘 白棋有断一个的 通常情况下其实这个尖冲完了之后如果黑棋搬都是断一个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是不太一样 因为白棋他要强调的是要把这个字给救出来 如果现在断吃的话 黑棋这样抱吃正好白棋这个字他跑不出来了 如果打吃的话 接住 跳就被封住了 如果你不打吃直接跑 那他贴一个也是带着基本上是一个决心了 所以在这个黑棋搬的时候呢 白棋他从这儿挡住 当然了这个交换跟黑棋粘住对于这个脚上这个子的损伤是无比的大的 因此这个下法呢究竟是否是好棋 也是存疑 但是我们说的 虽然不论结果如何 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了 人工智能他们在这个局部的一些运算方式或者说思维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这种冲击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脚上的价值很大 所以白棋现在他要立下来 跟黑棋拐一个交换 白棋再一尝 黑棋再立下来 这脚上以后白棋要活的话 只能跳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尖卖掉 再这么一跳 才能够求活 那这个过程损失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吧 黑棋撞得很厚 然后现在白棋之所以这边脱先 他是因为在这走了几手棋 他的目的绝不是说单纯的是把这个子救出来 而是要对黑棋这款棋要进行攻击 那但是究竟能够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首先我们要来判断一下这个黑棋的形状 现在他的这个棋形在边上呢有一个眼 就是黑棋如果你小尖的话 这个有一个可以做出一个眼 那你在这个空间当中 这个领域当中要再做出第二个眼的话 虽然也不是不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你有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会更惨重 而黑棋其实如果现在单纯的做活 也觉得不能满意 他也想把你这块棋作为一个牵制 我们双方有一个牵制以后 也就不存在是你攻我 还是你占据主动 不过在这个过程里 可能黑棋的下法还值得推敲 实际上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黑棋靠一个 然后白棋搬 黑棋飞 虽然这手棋交换 然后帮助黑棋的这个飞成里 它不能冲断 冲断 正好打吃 这样一打 但是白棋这样一打吃呢 也是很好的破坏了黑棋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把它的盐给灭掉了 再挤 再挤 我们先把这个实战的进程摆到这一步 把一些点 黑棋沾 然后跳下来 后续呢我们就先暂且高一段落 可以说从这个局部来看的话 黑棋我们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问题 我们一会会讲 看如果说 以实战的这个结果来看 白棋这个下法不失为一种 在难以两全之后 选择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向来行起 这也体现了计算机 他们对于一个价值判断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这么一个主导的思维 然后再具体进行一个手段上的选择 当然这个下法 我们如果说要给企业我们推荐的话 可能并不会推崇这个下法 毕竟风险系数很高 而且呢你这个很难掌握 具体的形状呢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棋 毕竟千古无同局 你不能再遇到一模一样的形状 但是至少呢 我们可以因此看到 这个白棋的下法还是很有意思的 再倒回来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黑棋其实形状没有下到一个 最好的这个处理方式 这手棋可能放在尖冲的为止 这样白棋是冲的话 黑棋是不怕 就顺道就挡住了 如果你断我就跑出去 这边还可以整形 如果白棋挡 这样黑棋再飞 比起刚才 在这样的一个交换 白棋现在没有打吃 这样的手段了 同样也冲不断黑棋 如果说 实战黑棋改到这个尖冲再飞的话 白棋比方说你走这个 我就出来 还是会被这个 黑棋两边分开 那如果是下成这样 黑棋的形状会比实战要好很多 因为一方面呢 黑棋这个地方有眼味 同时 让白棋下的没有这么好了 白棋这个形状上 他自己在局部也没有做获 假设下成这样 可能是黑棋更为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吧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不推崇 白棋这个下法 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比较难于去掌控 但是至少我们从这样的一种下法当中 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 他们的这种 这个思路是怎么样的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很好的启示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